大家好,欢迎来到女汉子式电影 颜值对于每个人来说都是至关重要的 不管是男是女,他们都曾为颜值闹过心 今天小编就为大家带来一部使用蒸汽魔法改变样貌的电影 在一个崇尚颜值的世界里 有人发明了使用蒸汽魔法改变颜值的机器 可被蒸汽改造过的人都会被蒸汽打回原形 而这件机器就被放在一个神奇杂货铺中 这天,杂货铺中来了一位相貌一般戴着眼镜的女孩 这里诡异的东西让女孩很害怕 但她还是见到了这里的颜老板 颜老板告诉她,这里不仅能够改变颜值 还能改变人生命运 之后,颜老板把女孩带进了一个神秘的工作室 让她看了奇奇怪怪的人体器官 然后女孩就做上了能改变样貌的蒸汽机 当她出来的时候,毕竟变成了一个超级大美女 这只把她高兴得都哭起来了 可是这里的生意并不是很好 因为很多人都不太相信能改变命运的事情 但是经过美女的事情后 这里的客人也是络绎不绝 这边,警察局的阿超虽然有成为英雄的伟大志向 但局长却总是不给他出人头地的机会 反而让他做警局最苦最累的事情 这天,儿子犯错 阿超就顶着一个马桶出现在了办公室 老师看他这样就对他一顿数落 内心受到伤害的阿超 意外看到了颜值杂货铺的招牌 于是他就来到了这里 在颜老板的一顿吹嘘下 阿超就被颜老板推入蒸汽模仿器上 就这样,阿超的头和屁股互换了位置 成了屁股超人 刚改造过后,警察就接到了出警任务 但是罪犯的活力异常的猛烈 最后警察全部都被抓了起来 这时,阿超披着封衣潇洒出场 罪犯因为打不到阿超的头 结果全部被抓 经过这件事情之后 阿超成了人人敬仰的英雄 就连儿子的老师也对他有了很大的改观 要签名的美女更是络绎不绝 可是以爸爸英雄世纪命名的奖状 还是落入他人手中 这明显是局长对他有偏见嘛 在阿超距离力争的情况下 局长交给他消灭毒销的任务 为了完成任务 他再次来到了杂货铺 严老板为他制作了独一无二的眼睛 可是当阿超回去的时候 却发现儿子被人绑架 而做这一切的正是局长 原来当年阿超的父亲和局长一起出警 局长一直嫉妒阿超父亲的英雄事迹 于是在背后开枪 杀死了阿超的父亲 阿超父亲因此成为了烈士 他不想让阿超和他父亲一样成为英雄 就处处仿着阿超 但没有想到的是 阿超竟然会找到颜值杂货铺 为了打败阿超 局长就用蒸汽让阿超变回了正常人 就在局长要杀了阿超的时候 阿超利用自己的发明救了自己 而局长就没有那么好运了 之后阿超明白了英雄的含义 并决定做一名真正的检查 可这时杂货铺竟然来了一个男的 拿着一张50年前的照片 而这张照片就是现在女友的样子 他怀疑女友在这里做过颜值改造 为了证明女友没有被改造过 颜老板拿出了蒸汽机 想要把它打回原形 可结果什么也没有改变 原来颜老板重新改良了自己的蒸汽魔法 让这些人都不再惧怕蒸汽的困扰 虽然这个骗子很烂 但他却真正体现了 现代社会颜值的重要性 要不然也就不会有整容这个行业了 感谢收看本期的视频 喜欢的不要忘记关注转发哦